如果把你送回到2000多年前的战谷 你能活多久 我相信这个音乐响起 一定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 21年前寻情记在国内播出 作为当年少有的穿越题材 瞬间就引发了追剧狂潮 加上紧凑的故事情节 和演员们精湛的演技 让无数观众看得热血沸腾 故事开始于2001年 在西安城郊考古人员 挖掘出一批秦国兵 紧接着这批国宝被送到香港参加展览 而其中的一个陶友 竟然和保安队长向少蒙长得一模一样 向少龙并没有在意 这天他突然被一个陌生男人叫住 向少龙听得一头雾水 于是男人自爆家门 称自己是吴博士 受李老板之托 想请他参与一个研发项目 原来香港富商李老板一直在研究时空穿梭 就在不久前 他成功将一只猴子送回古代并传送回来 但猴子不会讲话无法验证穿越的具体情况 于是他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送人类穿越时空 他将目标人选对准了向少龙 我真想问问你们俩究竟我有什么本事你们谁都不找非要找我 向少龙1975年8月25号出生 父母在你两岁的时候不幸被结去世 小学二年级你有篇作文 说你的志愿是成为科学家 希望能够回到从前救回你的父母 早期测验显示你对科学数学有高素质 而运动神经条件反射也非常发达 向少龙 你是我最佳的人选 真的越看越像 你不觉得这个秦勇很像你吗 向少龙觉得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他果断拒绝了 他此刻最重要的事是挽回自己的爱情 因为孔婚相恋七年的女友和他分手了 向少龙终于下定决心和女友结婚 可这时他才知道 女友已经选择另假他人 就在他悲痛与绝食 李老板再次找到了他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绝佳机会 如果时空穿梭的试验成功 李老板承诺不仅会给他一大笔钱 还帮他穿越回女友离开之前 让他挽留住曾经的恋人 向少龙终于同意了 经过一连串的特选之后 他被换上一身古人的装板 接着吴博士开始交代任务 这个是讯化发射器 已经打开了 在秦始皇嬴政登基那年 也就是公元前247年里面的任何一天 只要你在咸阳城方圆100里的半围之内 我们都可以计算到你正确的位置 就你回到2001年 今天这个空间 这玩意这么小 万一它要是坏了或者没电了 那我不是完了 你放心 这个是最新发明的科技产品 电力足够维持两年 吴博士给他准备了相机手枪 还有闪光带 并且在发射器里放了两颗救命胶呢 我现在再强调一次 你这次的任务 只是回去见证秦始皇 明正登基的历史时刻 为我们拍一集历史性图片 期间是绝对不可以轻举妄动的 因为你在古代每做一件事情 都很有可能改变历史 那会怎么样 你和我存在在这个空间的因素就是历史 如果历史改变了 你说会怎么样 但博士也让他放弃 这次穿越只用半个小时时间 完事之后就接他回来 于是向少龙牵下了生死状 他忐忑不安地坐进了时空穿梭机 随着时空机持续加速旋转 没过多久他就凭空消失了 可这时电脑却突然闪出错误带了 天空中出现无数黑色粒子 随后幻化成了人形 向少龙被狠狠地摔到地壁 他不知道自己飞到了什么地方 模糊中有一个人影站在不远处 随后他就被人用刀抵住了脖子 感谢观看